活眼活母的來歷很大 這是我們的傳承 傳承主師也 也不對 傳承主師母 傳承主師是我們傳承主師 是活眼活母 那麼這一尊 他的心咒是 南摩三漫多摩多蘭歐姆 摩多如咒你所哈 這一尊的咒語 那活眼活母的身體是白色的 有三目有兩個手臂 頭戴寶關 耳掛金環 在他的 背 濁穿環陰落 濁白色的天衣 手截之前印 截加福座 以蓮花座上 他手上截的這種印 是之前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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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前的這個印 但是 活眼活母的手印跟之前印是不太一樣 他是 先金剛合掌 然後 然後 食指跟拇指結在一起 食指跟拇指結成一個籤 像兩個眼睛嘛 像兩個眼睛 但是後面 是剛好是金剛合掌 有三個指頭交叉 合掌 兩個指頭結成眼睛 就叫做佛眼活母的手印 佛眼活母的手印 那他的形象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形象 他截之前印 那麼剛剛我講了 這個 他是 偏知 偏知佛母 偏知佛母 其實佛號裡面 所有的佛的號裡面 其中有一個叫正偏知 正偏知 其實正偏知的意思說 所有一切他都知道 這個叫做正偏知 這個佛也是這樣的 佛本身正偏知 就是他的佛號之一 正偏知 正偏知 也就是 所有的 他都 全部知道 佛眼佛母是 大日如來 等流身 跟大日如來是一樣 就是大日如來 佛眼佛母跟大日如來 是等流身 所謂等流身 所謂等流身是一樣的身 一樣的身 在密宗的胎場界曼陀羅 有兩個宴 一個叫做偏知宴 一個叫做偏知宴 一個叫做偏知宴裡面 有佛眼佛母 那麼在偏知宴也有佛眼佛母 他佔了兩個宴 佔了兩個宴 偏知宴跟偏知宴都有佛眼佛母 他的名稱很多 也可以叫佛眼 叫做佛眼尊 佛母尊 佛母身 佛眼部母 佛眼明輝 西空眼明輝 西空長眼明輝 一切如來佛眼 大金剛吉祥一切佛母 這是他屬於他的稱號 偏知宴 叫做正偏知 就是什麼都知道 那麼佛眼佛母是正偏知 等於是佛 他的地位等於是佛 最主要呢 他的兩個眼睛 他 馬哈雙連池 就是他的兩個眼睛所畫出來 所以 我們稱這個我們的祖師 是大日如來 再來就是佛眼佛母 再來是 這個阿彌陀佛 再來是蓮花童子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在 在整一宇宙之界 宇宙的法界裡面 他的傳承 是大日如來 佛眼佛母 蓮花童子 也是大日如來的等流聲 這個佛眼佛眼佛母的雙眼 兩個眼睛 化為馬哈雙連池 裡面發生的蓮花童子 這個 這樣子的傳承 這樣子的傳承 一切佛眼大金剛吉祥一切佛母心尊的化身 而佛眼佛母 是大日如來的等流聲 也等於是五方佛 五方佛的化身 因為五方佛啊 五個佛 各長一個智慧 除了這個 法界體性 智 法界體性智 以外的其他四個智慧 其實五佛通通都有 五個佛通通都有 那最主要的本尊呢 就是必如這那佛 也就是大日如來 大日如來 佛眼佛母又是大日如來本身所發生出來的 這就是等流聲這個意思 所以可以如實講 真聲就是五方佛 法性聲就是佛眼佛母 我以前稱為無邪眼如來 無邪眼如來 報性聲就是蓮花童子 應性聲就是蓮聲佛佛 那佛眼佛母所結的印 也就是大日如來的之前印 之前印 所結的所印就是之前印 他單獨的時候啊 單獨的時候我們跟他 是金剛合掌 然後食子跟大蒙子互相勾起來 這就是他本身的所印 這一尊是很大的佛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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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